大家好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美丽的青海 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启我们奔跑吧 黄河篇的录制 再次欢迎大家 根据衣服的颜色 虽然我们只有四个人现在 大家应该也是有分队的 就虽说我们已经分了队 但是颜色还是没有那么几分 就是年纪一个一个大的 再一个小的 但我跟他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 你什么时候 父子关系不能随便断 那你得上公正处公正的 然后我们另外两位成员 凯哥和麒麟 因为工作原因 在下一轮也会加入到我们 我们就工作没那么忙是吗 这一季 我们将用各位的实际行动 来为我们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助力 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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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请大家拉开你们身后的帘子 来看一看黄河边 都有哪些精明片 精明片 我以为这墙要倒了 或者是冲出一个什么人 看到了啥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精明片上的内容 是我们提炼出来的黄河流域的一些关键词 我们这一季《奔跑吧》黄河片 将会带领大家一一来领略精明片上的内容 这六七全部的精力 对 我想看这个 我也是 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太酷了 还没见过流星 诚哥你可以去这个 哪一个 这不是以人类生存的地球 你应该是 你能 你能活着 我们我们就不去了 那一期就你来 求生小达人 诚哥 诚哥 你是这个 最纯洁的毛球 哎 这可以 这你也可以 垂直悬崖上的 炎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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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悬崖就OK了 一直在山上都下不来 我是一直在这样是吧 巴在这 你们是故意实在整我的吧 这样我给坤挑一个这个 咸过初恋的苹果 这可以吧 行 我挑甜 坤期待着初恋给他送苹果 再次欢迎大家 除了你们四位之外 还有其他的朋友 会加入到你们当中 首先让我们欢迎 绿队的两位朋友 毛晓彤和陈毅 好棒 好棒 好久不见 当初结婚是为了你 现在离婚是为了你自己 不想过自己的日子 不想再为了谁 嬉笑怒骂 以喜一乘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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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一直有人爱他我 你们可以查一查 就那个当琉璃这个戏 播出的时候 一直有人爱他我 说哎 为什么我看到 啊 就是长得有点像 是弄我们两个什么什么的 是吧 你们俩长得像吗 一点点 但是我肯定没有人家长得帅了 对吧 是不是 是 眼下的你 才是我最在意的真实 我大胜将士 绝非贪生怕死之妹 无畏可都愿意随我 站死到最后一刻 欢迎两位的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黄队的两位成员 李怡同 赖冠 李怡君想与丹蚩 如飞荣 如金鸽 是真够实际 可是好几千万的身家 是您这样吗 我喜欢你 非常非常喜欢你 欢迎两位 今天大家将化身 黄河探险队的成员 来完成一份调查报告 在接下来的每个任务当中 获胜的队伍 可以额外获得 完成调查报告的时间 最终完成更好的一队 就是今天的获胜队 今天我们会从西宁出发 途径日月山 最终前往万里黄河第一坝 龙阳峡大坝 在那里我们会看到 不一样的黄河水 美丽的黄河 霸 冲冲霸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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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牛还假牛 真的真的 哇白色好漂亮 好好看 好哦 我真的好漂亮 你们都在北京还是上海 北京 我基本在恒定 去过没有 没有 下次可以来感受一下 你可以来我们剧组玩玩 好的 绝对 给你安排妥妥了 真的 那个恒定还是行 那你录这个其实就像是放假旅游那样 我觉得挺好 终于进到城了 就看一下这个 好像比恒定更偏远 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养牦牛老赚钱了 赚了钱还可以到杜小满APP理财 赚更多的钱 目前我们距离今天的目的地 万里黄河第一坝 龙阳峡大坝 还剩81公里 马上我们就要到达今天的第一站日月山 等一下大家要注意听导游的讲解 有助于你们更好的完成调查报告 日月山 来了 哇 这里好美啊 好好看 有一位 美丽的姑娘向我们走了过来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日月山景区 我是你们本站的导游 我叫阿中芳 你们可以亲切地称呼我为小阿 你们知道我刚才跟你们说的Demo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您好 对 要是看到我们本地的聪明 你也可以跟他说Demo Demo 对 他们也会很有礼貌地跟你们说 Demo Demo 会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地理界碑石 因为我们日月山嘛 对我国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 所以特立此碑石做于香港 是青藏高原 对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的分界线 对我们青海来说 它就是一个农业区 木业区的分界线 这是第一题 这是第一题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月亮那边是太阳 哦 这里是永远都是日月同灰 对 听起情的话都是这样 日月同灰 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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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吧兄弟 speaking bears 哎 quoi 我塞 这多少度啊 五十 五十度啊 哈哈 这是轻科九吗 小哥九 这是砌科九 对对对 小哥九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白蝗牛吗 optimized 猫牛自古以来 是我们这里重要的 交通运输工具 用来托人和托东西 大家可以骑下我们的猫牛 可以摸吗 可以 他不高兴吗 贴摸 贴摸 他扫尾巴是高兴还不高兴 是高兴啊 看到你们高兴 就会扫尾巴掉了 我骑一下是不是 哎就上去了 要不说骑白马的那都是 那白马王子骑白牛的呢 变白牛王子了 哈哈哈 哎呦还说英文呢 他听不懂英文 啊 他得听英文 你挺国际话呀 兄弟 哈哈哈 来吧 哎呦妈真是听英文 哈哈哈 来吧 哇 哈哈哈 听英语的 这只很洋气要跟你说 来吧 没见过牛骑牛的 哈哈哈